菲律宾向中国索赔撞船损失大约100万美元 我们的回答斩钉截铁 没门 随着菲律宾对我们挑衅升级 他们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出现了激化的情况 而且处于了危险的边缘 杜特尔特家族很可能面临着被清洗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美国彭博社在我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问了 菲律宾武装部队要求中国赔偿6000万比索 大概是100万美元 非方称这个数字只是财产上的损失 还不包括船员受伤的损失 中国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的回应就是 非方非法运捕挑衅在先 中方维权执法正当合法 非方应当为其侵权行径承担后果 咱们这个态度很坚决了 这个话翻译翻译就是 你自己碰瓷碰砸了 你自己去买单 菲律宾现在这些做法 无非就是想进一步的去制造舆论 你看美国媒体还在这种场合 在配合把这个事挑出来 给你炒作一下 菲律宾为美国干事 自己买单的事情 那可是不少了 你看阿基诺时期 2016年 菲律宾那边搞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 美国当时是承诺过 说你要去诉讼 这个费用我来给你报销 诉讼费我来给你出 结果到现在呢 就这点小钱还没给菲律宾呢 美国呢 那是不会为菲律宾去买单的 你作为我的排头兵 我镇着你 你就跟我干事就是了 有一次啊 CNN就采访小马克思嘛 就问他啊 说中共晚一真动手的话 你相信美国会出兵大救你吗 小马克思啊 当时一听这问题 他居然就愣在那了 好一会儿了 最终他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近呢 菲律宾内部的本土派 不断指责小马克思 有些言论呢 还非常的尖锐 这其实呢 就是菲律宾内部矛盾 开始激化的一种征兆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就指出了 说菲律宾政府 就说现在这个小马克思政府啊 他任由美国利用 用于美国和中国的地缘竞争 这导致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来部署导弹 这就是菲律宾更容易受到中国的攻击 不久前 杜特尔特的女儿 他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啊 这意味着杜特尔特家族 以及本土政治派系 是可能要和小马克思政府翻脸了 同时呢 也意味着小马克思很可能在推进 清洗杜特尔特这些本土势力的 做法正在往前一步一步的走 小马克思呢 他这么不管不顾的 一下这么搞下去 当然是对他的国家是不利的了 但对他自己来说 他必须这么做呀 一来呢 他以及他本身的 他的这个家族的安全和财产 那现在都死死的拿捏在了美国的手中 他不这么干也不行啊 二来呢 就是要以当美国的马前卒挑衅中国 为一个资本为条件 来换取美国的支持 和美国的保护 在菲律宾内部完成修宪啊 从而呢 能够连任啊 巩固小马克思家族和亲美派的政治基础 我个人认为啊 美国呀 在这件事上 比如说在修宪这件事上 是给了一定承诺的 当然你说能不能兑现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小马克思修宪连任的可能性啊 那是不小的 杜特尔特所代表的本土派 应该说是凶多吉少 弄不好啊 菲律宾内部 他就有可能出现内乱